大家好 台湾最近发现了很多潜伏期超过14天的确诊患者 就是潜伏期14天,隔离14天都没事 刚一解除隔离,没过两天,确诊了,呈阳性 那么这就是现在台湾的岛内 越来越多的潜伏期超过14天 那么这个事就非常值得研究了 台湾联合新闻网7号发表社论说 根据台湾指挥中心的疫情报告 最近出现了一种新的状况 令人担心 短短三天,既有六人在结束14天的居家隔离后数日 才被追溯发现为确诊 这种情况一则说明病毒在潜伏期较远 那么较专家估计的14天还长 二则暴露民进党当局自诩的决策超前部署 已经出现追赶不上疫情变化的滞后 他现在这个规定14天隔离 看来确实追不上这个疫情的变化 现在很多人是超过14天 那他还是按照14天 那他这个隔离有很多就是漏网 漏网以后到社会上趴趴走 那么有些台湾也不戴口罩 像这个前几天好几万人去参加什么庙会 我看那个街上采访都不戴口罩 吃该吃该喝喝 那里边只要有一个 有一个漏网的 你就想想台湾会发生什么 那就一片几千几万就感染了 所以这就是说台湾最近连续多日发现的召回确诊 或事后确诊个案 以及奥捷旅行团的成员最多 就是奥捷旅行团 这个成员现在是召回和事后确诊的 是最多的 那可能是同一种基因的 或者同一种类型的这种新冠病毒 那可能这种类型新冠病毒呢 它就潜伏其常 其他人可能得的是另一种 潜伏其可能14天就能差不多 能显现出来 那么该团有多人确诊为重症 记住了重症 但台湾指挥中心并未注意到情况的严重性 亦为要求对所有成员进行全面检测 在领队死亡次日 领队已经死了 该团成员即已结束居家隔离 开始自由活动 那在这我也提醒台湾人啊 台湾那些观众啊 这个奥捷旅行团啊 它的领队已经死亡了 你可能台湾呢 你自己不知道 看着台湾岛内的新闻呢 好像这是 春暖花开了 什么呀 但是我告诉你啊 这个奥捷旅行团的一些成员 现在已经结束了居家隔离 可以趴趴走了啊 那么也没有人控制他们 也没有人管 那如果有一些在隔离期以后确诊 变成阳性了 那他就是一个移动的传染员 什么好办法呢 就是戴口罩 我希望台湾呢 看我节目呢 想活命的 尽量戴上口罩 你呀 也别传染别人 别人呢 也传染不到你 这是聪明做法 戴口罩 现在好像台湾那些主持人都戴上口罩了 未料其中有一对夫妇事后赴心脏科回诊 事后以后去了心脏科回诊 就是这个奥捷旅行团解除隔离的 有一对夫妇 这个解除隔离以后呢 去了医院到心脏科回诊 经医师质疑通报 才发现自认无症状的两人肺部均有浸润现象 在6人确诊后 指挥中心主动回头追索检查该团另外11名成员 周日又宣告有3人确诊 那就是说有6人确诊 再加上3人9人 9人已经确诊了 哎呀妈呀 11个人 11个人已经有9个人确诊了 我天 那这个9个人的话 这个奥捷旅行团 其实他这个隔离没有用啊 隔离14天 人家还是有9个人还最后确诊了 然后最后现在是到了医院呢 那医生质疑他给他拍了CT 肺部的片子 才发现他已经得了肺炎了 那肺部都已经浸润了 呼吸都困难了 哎呀这听着挺可怕呀 台湾人你们自己怕不怕呀 他自己到医院 如果这对夫妇不到医院呢 那这9个人 这9个人是不是在社会上啪啪走了 可能就是你邻居啊 是不是啊 可能就是你身边某个人 可能就是见过你身边某个人 然后呢 传染给你身边某个人 你身边某个人在传感其他人 然后就到你这了 那你说可不可怕 这台湾的防疫呀 我的妈呀 这有多少漏网呢 你怎么不能想象啊 那解除隔离 天天是告诉你解除隔离 对对 那解除隔离最后 发现还是得呀 所以隔离你不能14天 大陆现在隔离 你看没有 还有武汉都是按月 一个月两个月那么隔离 这是超超长超长的 你多少也别漏 你像武汉都已经两个月了 这还什么呢 还没有全面接风的 武汉还有是 有些小区还是说 是吧 不让那么全面出去 这还谨慎的 你们台湾隔离14天 就看你啪啪走了 那么跟没隔离一样吗 这是科学 你们台湾人哪 我就奇怪 这还超前部署呢 至少得隔离一个月 一个月到两个月呀 有些症状不是说 你隔离14天就能看出来的 此时该团已有过半成员确诊 且距离该团首例感染 被查出确诊已经整整过了20天 就远远超过14天了 这团一半都确诊了 我估计另一半也差不多 都都一样 也过了国民进党当局规定的居家隔离期 是想如果疫情指挥中心稍有警觉 及早对全体成员全面筛减 而不是任由他们判断自己身体 有没有 不是 才分别就医 也许能更早掌握并防堵他们的疫情扩散 我想这个疫情肯定已经扩散了 台湾人你不用想了 这个14天隔离期以后 人家就回家了 回家以后到20天 一个星期 6天了 这6天他肯定要出去就餐吧 肯定要超市买东西吧 那如果他不戴口罩 有些人可能自律戴了口罩 有些人不自律呢 对不对 那你说 这个 传染了其他人 其他人也不自律 再传染了其他人 哎呀 我现在看台湾人不戴口罩 那个好几万人去那又吃又喝 是不是 我刚是一看我就傻眼了 我说台湾人至少 是不是有一些科学 有些科学素养吧 人呢 但是当时我看完那个 我觉得台湾人还是 难怪叫两栖动物 这个部长记性 部长记性 他以为自己 是不是 民进党告诉他没事 就真没事 他以为民进党 就什么都能告诉他真的事 是这样吗 台湾人 是吗 看看这个结果 是这样吗 民进党骗你们的 最后有你们的死亡 有你们的肺部浸润 有你们的肺功能损伤 一生的肺功能损伤 来买单 来给民进党买单 太可笑了 太可笑了 一帮傻子 遗憾的是 台湾指挥中心既不对 近期的境外移入 进行筛选 对于可疑的群聚团体 又迟不采取积极作为 如此消极被动的部署 哪里称得上超前 居家隔离期满后多日 才被查处确诊 不能不说是防疫部署上的 一大漏洞 原因是在患者自觉 无证的自由活动期间 可能不自觉的将病毒传播的更远 并传染给对他们毫无防范的人 就是这个戴口罩非常重要 不是说你没病 你觉得没病 是你得防着别人有病传染给你 这都不知道吗 正因为频频出现隔离期满 才确诊的病例 疫情指挥中心近日才会追加要求 居家隔离检疫者在解除隔离后 需再增加7天的自主管理 我觉得这个自主管理 也基本上不好使 如果你不是强制性的 那台湾出现过好多 就是自主管理的时候 也出去啪啪走 有多少啊 你罚的款式 你罚了 罚了人家传染完了 传染完了 已经传染出去了 你罚的钱有什么用 自主管理 这就是我说了 民主自由最后 等你死在民主自由的手里的时候 我说了 斯巴达 斯巴达战士闯进雅典城 割那帮雅典市民喉咙的时候 割他们喉咙的时候 那帮市民 雅典市民 最痛恨的是什么 自由民主 没有自由民主 我们能被他们斯巴达 市民割喉吗 能被血洗吗 自由民主 这就是自由民主 这个世界 如果自由民主这么好 也不会什么了 也不会有什么斯巴达了 斯巴达也会选择自由民主 因为自由民主能战无不胜啊 但是结果呢 斯巴达选择的集权 战无不胜 所以你知道吧 这个世界的制度是多样的 不是说你这个制度就好 别的制度就不好 是各有所长 你在什么时期用什么样 台湾人好像是一提自由民主就高潮了 一个个跟他妈啥似的 那么打兴奋剂似的 你们玩你自由民主 你看看自由民主 最后能玩死你们 因为频频出现隔离期满才确诊的案例 指指挥中心增加到7天的自主管理 其目的是防堵一些轻症无症状 乃至刻意隐瞒而漏失的案例 毕竟新冠病毒肆虐至今 其典型症状不断变化 除了发烧咳嗽 旅有患者自数丧失秀味觉 最近更出现腹泻症状 哦还有腹泻症状 柯文哲 我一直就觉得柯文哲已 我觉得柯文哲肯定是得了 但是柯文哲现在好像没人在谈他 台湾有良知的媒体可以呼吁一下 要给这些台湾的一些市长 经常在这个话筒上说话这些 免费给他们检测一下 我觉得柯文哲大概率已经得了 腹泻吗 之前的柯文哲腹泻 如果我们的抗疫战线还摆在旅游室 或呼吸道症状的焦点上 甚至以为经过14天隔离 既足够判断谁有无感染 虽然追赶不上 显然追赶不上疫情发展变化 而将被自己的常识惯性所拖垮 这个作者其实就看得很明白 但是你看台湾当局没有这么做 因为这个增加隔离期 是不是 他很难交代 他怎么能显示我们台湾没有症状了 没有疫情呢 怎么让台湾老百姓着急去抢购粮食呢 是不是 永远不能抢 你千万别抢 等人家把这个仓把粮都买完了 你们再去抢 短短三天 台湾出现六个解除隔离后才确诊的案例 不能不说是一个严正警讯 对付这场前所未见的全球大流行 各国各地区需要的 正是这种随时自我检视 自我省察的警醒心态 才足以拦截狡猾病毒 台湾指头中心近期已多次错过 岛内专家警告 请敞开心胸 听取谏言吧 这个作者还是觉得 自己有必要 提醒一下台湾民众 我希望看我节目的台湾人 你如果你自己有自知之明 我姐也觉得 医保万一 医保万一 你当这个疫情 已经在台湾岛内 大面积流行来对待 不要小瞧 这样是为你自己的好 就是说别人可能自己还不自知 还不戴着口袋到处趴趴走的时候 你要警觉 你看我频道是有好处的 你要警觉 而且事实已经证明了 有很多漏网之鱼 都在社会上咔哈趴趴走的 趴趴走啊 最后防疫中心给他拽回了以后 一查阳性 那就是很多有阳性的都在社会上走的 那你说他感染了多少 谁知道 所以台湾你自己为了自己好 把口罩戴上 把口罩戴上 亲戚手 不要像那个什么 像前一阵那个什么 哎呀 那个清明节 我天哪 你看那个台湾人上街上了 都不戴口罩 我操那一条街 我看 好几万呢 那我估计台湾后续 要查的阳性多的 肯定你一追溯 很多人都去过那个场景 是吧 都去街上吃过饭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台湾当局很多时候 他不跟你说实话 有他自己政治考量 没有一个政府 他是没有政治考量在做事 他的政治考量 别看他说 他说的再好 什么自由 民主 你呀 你如果真信这个东西 我也不反对 但是为了你自己安全 多一个心眼 总没坏处